东西已经收拾完毕了 在这个斗罗镇修整了几天 下雨 等快递啥的 然后今天就到太原了 一份退房 退款 出发 太原 今天的天气又是阴沉沉的 但愿一路下来不会有大雨 下的小雨无所谓 人节地灵 阳崎43公里 太原64公里 出发 一上来就是一个大上坡 好几天不骑车呀 一上来就是气喘吁吁了 这导航不知道什么情况 是让我往回走 今天抱着还是有雨 但愿别下雨吧 因为我连雨衣雨伞都没有 旅途就是这样 如果是一切准备好 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好 都没有任何意思了 好多事情 不是准备好 就能安心的 索性 未知的旅途 才是最刺激的 还得查一下路线 我一直走的是 到目的地是113公里 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 前面修路呢 估计的路不好走 往左边走 130多公里 将近140 没修路 大车多 二选一 我还选往前走 修路的地多 113公里 一直走可以插到 京坤县 这少走20 20公里吧 一直让我插回去 插回去 难道前面修路封上了 上面也没显示啊 硬着头皮走吧 即便是修路 在两边也可以推过去 哈喽 上坡 上坡 这条路线选的 不大理想 还是上坡比较多 咱们硬了头皮干嘛 选择了 就是一直到底 前方大约有10.2公里 直行道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估计着今天 穿不过太原 势力 只能在 太原周边 露营 明天早晨再穿太原 想的挺好 今天130公里吧 到清渠县 看样子 如果都是这种路 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 如果是骑到晚上 应该还可以 但是不能骑到晚上 国道108 谁知道前面修路 修的咋样了 还都是山 车勺 前方施工 禁止通行 我说大哥 前方过得去吗 过得去 过得去 可以推过去是吧 自行车咋都弄过去 行 从哪过来 往这什么 从河北 河北一路走 对 你在这施工吗 我在这施工 上班 你往上怎么住啊 晚上然后 住宾馆 有宾馆 住宾馆 有宾馆 有旅店 住宾馆 实在是骑到没有了地方 就搭个帐篷 村庄了 就搭个帐篷 对对对 如果是到这种野外什么的 就搭帐篷了 吃饭了就在路上 对 在那个 路上 路上 对 在路边小吃店什么的 就行了 骑 出来多少天了 出了时间 上个月 30号吧 30号出来的 这整天不下雨吗 你们这边 村店网上住宾店的 村店网 对 村店网好几个 村店网 好几个村店网 好几个村店网 前面过了这段路就好走 前刚新好路 是吗 那行 你往太阳方向走 对对对 走太远 靠好走到前面了 从这翻过去就是下坡了吧 对 马上上了 快了 那行 最多一公里就下坡了 全都下坡了 对 早晨从那个斗罗镇出来了 哦斗罗镇住的 对 好 住了三四天 这两天不下雨吗 这两天 其实今天暴了也有雨 对 我现在走得下过雨了 下过雨 下过雨 下雨下不下了感觉 哎呀暴雨 暴雨吗 暴雨吗 行啊 走哪算哪吧 反正这一路都有那就吃喝啥都有 还有住店什么的 下雨就住店 准备去从这边钻回去还是 不是 准备那个终点是到新疆 去新疆 对 你起行五公里 相当于雨绕天安门起了两圈 不得两个月啊 差不多 现在我准备 月底到宁夏 那怎么也到了宁夏 然后下个月 九月份 找个伴 没合适的伴 之前有个伴 有个伴 但是快手上发一下 网络上发一下 就有了 可多呢 经常我在这个施工 经常看见这骑的自行车 是吧 嗯 骑行挺多的 骑行的 还好选择了这条道路 少走了20多公里 不然呢 那条路现在大车也多 这样就走一段烂路 推过来就行了 这路修的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直行 直行12公里 一辆车都没有 好爽啊 哎 这咋还挡着了 这咋还挡着了 还有70公里到清徐县 现在刚刚八点 得意于这条路特别好走 特别平 特别爽 特别在状态 估计着今天下午能到 早早的到 前面就到杨曲县 杨曲县完了就是杨曲镇 完了就是太远了 中铁11级 我导航到冰河东路 15公里 是穿插穿插 穿到小路下面来了 这边是踏方子 上面就是通往 冰河东路的路 大坡我就下来了 下来但是这条路也能走 也挺好走的 可能是穿镇子而过 到达杨曲镇 前面不远处就到太原 了 过太原是下午的事了 目前8点50吧 太刚不锈刚工业园区 走 好 冰河西路 不远了 往前面走到新城 新城南大街 往前走走就当分河了 分河西路 上午骑了将近 60多70吧 因为绕的近路 现在9点了 先休息休息一会儿 喝口水 我这一上午我一口水都没喝 这一路下来全是土 该休息休息了 休息休息喝口水 喝完再往前走 我感觉一鼓作气 能穿过太原 到达清徐 还有40 50公里吧 还是49公里 下午的事情了 上午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清徐见 下午见